字幕視頻 你在看些甚麼? 沒有,在看自己電腦堂. 嘩為什麼你這麼小顆? 你旁邊的那些是甚麼? 其實那些都是3D印刷機 製出來的模型 甚麼是3D印刷機? 等它慢慢告訴你 好 簡單來說,3D Printing就是一個可以將立體物件印出來的技術 用平時我們用的影印機做例子 平時我們用的只可以印平面的東西 例如打印相片,但在3D Printing就不同了 它可以將我們在電腦裏面設計的立體圖案打印出來 根本就是機械人中的雕塑 原來是這樣,3D Printing是怎樣將電腦裏面的圖像印出來的? 等等,都是拿Wiki大臣出來 聽著啦,使用SDL格式檔案列印3D模型鉗 需要進行錄影初五檢查,寫一步通常稱為修正 對於……咦,同學你的樣子為何那麼困惑? 其實你不用讀Wiki的東西出來 簡單一點,我真的不明白你說甚麼 你看看,它們都睡著了 OK OK,我簡單一點跟你說 其實3D Printing的過程跟做蛋糕差不多 首先,我們要畫好的蛋糕 即是你想印的東西的設計圖 當然不是用紙筆,是用電腦裏面的3D鍵母軟件 偶偶畫畫,然後就由Printer把它讀取 之後蛋糕的成型過程就交給Printer了 Printer裏面會有一個噴頭 噴頭就像你做蛋糕Cream的時候用的那個 將加熱的物料,例如ABS樹枝一層一層上去 令你的作品承認 然後將它從焗爐 噢,不是,在Printer裏面拿出來就可以了 噢,但為何我在你的影片看到 你的模型是有顏色的?是怎樣上色的? 有些Printer就會以多個噴頭和裂印材料 來印出多色的物件 而我們學校那一部就會以材料的顏色 來決定製成品的顏色 喂,你不是說學校有部3D printer嗎? 帶我去看看吧? 順便多說一些有關3D printer的東西給我聽 哎,我就算了,叫夏Sir告訴你 他會慢慢地跟你說 其實我們當Printer是一個 生產物件的工具就可以了 其實是一個製造物件的工具 有時候這些工具我們都會用的 我們都會用它來製造物件 這裏另一部3D printer 這個就是它印的膠我們叫做filament 它用的膠名叫做PLA膠 這些就叫做filament 其實是一些膠來的 這裏我們還有第三部3D printer 這個就印另一種膠叫做ABS 但這個就剛剛設定好了 未投入運作 遲些我們還有第四部 基本上這裏是一個生產3D printer 一個3D物件的一個房間 在外國的名字叫做Maker Space 它叫做Maker Space 那就是專門的房間 給學生去用 給學生去用 那其實為什麼要搞這麼多 這些3D printer 因為就是這個真是未來的科技 你可以想像大家 五年、十年後畢業 出來社會做事 可能去買一杯雪糕 真是3D printer 印出來 所以就很想同學去掌握這種的技術 例如可能就是 在初中電腦堂 我們教育同學做了一些3D模型 在電腦用一個軟件 製造一個立體的模型 然後就放到3D printer 印出來 這個最奇妙的地方 就是可以從一個意念開始 首先從一個意念開始 在電腦製造一個設計 然後你最後會有一個實物走出來 從沒有到有 這個是立體打印的最奇妙的地方 希望同學可以 雖然我們有這樣的器材 和環境 在電腦堂上可以發揮大家的創意 去製造一些 你心目中想用的一些物件出來 原來我們學校有些這麼先進的東西 其實這個技術已經不是近來才有了 真的嗎? 是啊 在世界不同的地 已經有很多人在用這個技術 例如 最近出了一套新的《Star Wars》 裏面那隻圓孤圖的機器人 BB8都是用3D printer來製造的 不單是那隻機器人 例如裡面的戰鬥機 規格等等 全部都是用3D printer來製造的 原來是這樣 是啊 不單是這樣 3D打印技術 亦都被引用於醫學界上 好像之前廣州那樣 有間醫院就用了3D打印技術 來救了一個有隻碎形頸椎病的患者 嘩 原來3D打印這麼偉大 那我們這些小線紋 就不能用了 當然不是 現在3D打印技術亦都平民化 價錢亦都比以前低了很多 現在香港亦都有3D影相館 例如打印結婚蛋糕上面的公仔等等 而且除了石膏粉、塑膠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很多的物料 例如朱古力這樣 價錢亦都比較低 以後在情人節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印一個有自己樣子的朱古力 送給哪個他 你們都看到 在我們學校亦都裝了三部新的3D printer 證明了3D printing的應用越來越普及 除了在工程上面 在醫學、教育上面 亦都越來越多人用 好像在十幾年前的大學那樣 讀工程的學生 已經有機會接觸3D printer 那我好像很出現 挺的 不過為時未晚 你還可以學一下 好像香港那樣 已經有3D打印體驗囊 為我們提供了專業的協助和培訓 下次我跟你一起去一下 我要拯救你這個原始人 學生 這個原始人 感谢观看